欢迎来到游戏人笔记 如果你觉得这集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可以按赞订阅及分享 这一次的每月一书来介绍一部 据说在青少年中 没看过也有听过的小说 修炼 女儿郭小五年级的国文课本里面 还有介绍作者 陈玉如女士 为什么会想介绍呢 这是一套很神奇的书 女儿不是那种很爱看课外读书的小孩 之前各种威逼利诱 她不看就是不看 这次借着课文里面有提到作者 鼓励她看一下 而且我承诺和她一起看 还可以讨论 也让她练习一下 讲故事讲给我听 所以我直接买了一套 免得用借的还要缓 还有时间限制 让我极度惊讶的是 她竟然自己看完了一本 还自动拿了下一集 而且说觉得很好看 这是我从没看过的事情 究竟是什么法力 可以让她这样呢 要探究原因 当然就是自己看一下 那我花了一些时间看完 分享也推荐给还没看过的爸妈 虽然很多人说 她是东方版的哈利波特 我自己觉得比较像青少年看的武侠小说 掺杂了一些东方的神怪题材 看这套小说 就让我回想起以前看金庸 我前前后后看了五六次以上 有空呢 我觉得应该再来看一下 看看我这个年纪看 和以前年轻的时候 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体会 我会觉得像武侠小说的原因 是会看到里面 有我们很熟悉的这种内功啊 穴道 运气啊 刀剑等等 这些在现在的小孩中 也许已经很难理解的词汇 作者写得千贤易懂 而且作者把很多山海经的神兽 中国古代的传说都融入内容 包括一些节日 都能看到作者特意写给这些小孩子的用心 对我来说 很多描述的细节或名字 我其实也懒得花时间去搞懂 但这不影响我看书的体验 只要看得懂重点角色就好 整个故事 其实很有拍电视剧或电影的潜力 虽然它整个世界观还不到很完整 但是作者是在人生半途开始写小说的 而且他的人生充满转折 这种类似创业的精神 是我很喜欢也敬佩的 所以没什么好挑剔的 访谈内容呢 我会放在部落格有相关连结 也放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那我们可以看到作者 应该是把自己的两个女儿投射在主角身上 主角无意间在回台湾探亲的时候 发现这个世上有动物精的存在 他们必须不断修炼才能维持人形 还有他们本身有法力 那故事从虚构的上古世界到现在 随着故事推进 艾美会发现其中隐藏的巨大阴谋 那他会认识一个又一个长辈 朋友和敌人 踏上从小还蛻变青少年的成长之路 那作者其实在整个故事编排上 就是写给青少年看的嘛 所以他们会在主角上面看到自己的影子 其实想一想 那就是我们年轻时候的影子嘛 从单纯的热血到认清现实的无奈 很多是非对错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那人生本来就是如此 在这个主轴外包裹着武侠神怪的故事 我觉得作者真的是厉害 而且因为电视剧啊 或者是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 我觉得作者 他会在小说的每个段落结尾都留个梗 那我们就会一直想要看下去 这部小说呢 有几个特色非常有趣 第一个主角是台湾美国混血嘛 所以他对中文不熟 那对话有很多好玩的中文梗 比如隧藏品听成睡帐篷 韬光养晦 他听成韬瓜咬脆 就是这种美国人可能在听中文 会听不懂的那个好笑的地方 而且故事主要在台湾台北展开 所以会看到许多我们非常熟悉的台北地名 台北捷运啊 阳明山啊 内湖区啊 加上台北或者是说东方的美食 豆浆油条 珍珠奶茶等手摇饮 都在小说里面呈现 那一开始看呢 还有点不太适应 毕竟很少在这类小说看到台湾的地名 和台湾的东西啊 而台湾小孩极为竞争的考试文化 考场啊 这些描述 大家过年过节的时候会团聚 吃饭 甚至是老人的爬山活动 描述的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 很容易就想到相关的画面 小说里出现的神怪描述的非常详细 比如里面有一只神兽 印象很深 叫做穷奇 书里这样描写 一直有着黑色大翅膀的老虎 老虎身上有着黑金相间的皮毛 那可见作者做了蛮详细的考究 也很容易就想象得到那是什么样子 加上这个穷奇呢 他从一开始看起来凶神恶煞 到后来其实蛮善良的 还帮助主角 也把他面恶心善的性格描写得很生动 作者也融入了很多历史故事 节日传说 比如说历史故事包括宋朝的故事 月王 勾建和吴王夫差 的故事 那节日传说包括过年 端午节 虽然看起来有点刻意 不过对现在的小孩来说 这些人就像是很新鲜的故事啊 应该也看不出来刻意在哪边 还有一点很有趣 小说的第二集 主要呢 是讲了一个比较偏爱情的故事 结果女儿说看不下去 直接跳第三集 可见呢 小说还是要有相关的经验啊 看故事会更有体会 以我的角度来看 除了精彩的剧情 似乎可以在小说里面看到自己小孩 现在还有未来 可能的情绪变化和成长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套小说不只青少年适合 也推荐给各位爸妈 特别是如果像我一样 觉得小孩开始迈向青少年 有这种小屁孩的感觉 看这本书应该会更有体会吧 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也欢迎按赞订阅及分享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